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国家铁路局官网4月30号晚消息 日前从赤丰南开往山海关的K73844列车 脱轨事故原因已查清 是设备管理单位未按规定针对气温回升情况 及时实施硬力放散 造成轨道发生战轨 3号倒刹先轨与基本轨离缝 列车运行至此脱轨 事故认定为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责任铁路交通较大事故 据南读此前报道 据沈阳铁路通报 4月12号14时29分 由赤丰南开往山海关的K73844列车 在运行至锦州至成德县朝阳西站至大平房站间时发生脱险 经现场检查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发后车上224名旅客被安排用大巴车接续行程 据沈阳西站至大平房站